那大家看了纵野的大盆里的这些热纸是不是都很心动呢 我们上次经过采访之后也很心动 所以就采购了一些他们家的这些热纸 在我们这个室内的这个玻璃温室呢 它的装饰效果也非常的好 那么之前呢纵野他有提到一些就是怎么在我们小空间里面 就是室内的空间去养护这些热纸 那么现在我结合实际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么首先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呢 就很多朋友他很喜欢进行这个日常的喷水 就比如说用个喷壶啊 不管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去进行喷雾 大家看到有可能你一不注意呢 这边就已经开始滴水了 然后水一旦就是滴到这个叶芽或者是这个心叶当中 因为它都是卷起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造成里面会有一定的这个闷湿的一个情况 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心叶的腐烂 所以这个日常当中还是不太建议去用喷水来增加这个空气的湿度 那么就像前面纵野的老吴他提到的 就是不要在叶面上喷水 但是我们这个在环境当中 比如说有个水盘 我们在水盘里面给它加水 然后放置在这个植物的周围 那么水经过蒸发之后 它会自然会提高湿度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最常用的就是我们多种植物 因为植物根系吸收的水分95%到99%都是会通过这个叶片蒸发出来 所以你种的植物越多 整体如果你环境比较小的话 它整体湿度就会上来 那么我们日常给这些室内植物浇水的时候呢 比较简单的就是可以用一个浇水壶 然后这样给它浇一遍 有些呢它排水特别快 我们可以等一等看看下面有没有水漏出来 如果已经有水漏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基本上就可以停了 如果它水还没有漏出来 我们分第二次再浇 反正每次都一定要给它浇透 好 这个时候呢看到下面已经有水漏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托盘就可以保持室内的一些清洁 那这样子呢 如果下面水还可以再多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浇一些 那我们有点要注意的 如果这个托盘里面积水呢 在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还没有被吸收 我们及时的就要把这个托盘里面的水给倒掉 防止它长期底部过于潮湿 造成一些烂根和不通气的情况 那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浇水频率 像我们室内这个环境 大概目前是25、6度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顶上也有一些遮阴 然后通风呢相对来说肯定没有户外那么好 所以现在大概是过了四、五天之后 才需要浇第二次托水 中间基本上是不需要再给它补水的 那么我们这个室内植物这样呢 那浇水是为了方便 那么我还是推荐的浇水方式 最好还是给它进行冲林 比较像户外的这种下雨的这种情况 那至少要间隔一个月就给它要冲林一次 那么大家在室内不方便的话 可以拿到浴室甚至是户外 去给它进行这样的操作 那我们这边呢就拿到户外 给它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冲林 大家小伙伴可能会有点疑问啊 为什么在室内我这个给叶子喷喷水不行 像在这个用这个花洒给它这样做整体的 这个完全的充施倒是可以的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水量特别的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看到这边叶芯呢其实是很容易兜水的 如果你是喷水的话那么水量特别的小 那么可能就是有一些叶片上的这个细菌药或者病菌或者灰尘 就顺着这个小的水流就聚集在这里面 那么这个病菌就会在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对这个植物进行侵染 但是我们如果浇水量很大的话 这些所有的这些灰尘啊或者一些病菌就容易被冲洗掉 所以它整体这里面会比较洁净的 而且一般性我们做完冲林之后 会在户外的这些地方继续给它 让这个户外的通风的情况 让它把这个页面的上的水分尽量给它吹干 之后再拿到室内啊 这样就会植株就会长期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那我们这个浇水呢其实也是倒法自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大自然的环境下是没有一两秒钟的这种下雨的情况呢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大部分情况还是持续会有至少是十分钟 半小时一小时以上的这种降雨 所以呢我们日常的浇水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还是尽量给植物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冲洒 包括完全焦透的一个状态 好了那看了我们这边室内的植物 我们去到我们的屋顶花园 看一下我们户外的情况吧 那这边呢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白色花园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白色的醉蚁草 它现在已经进入它的升华系了 大家看这个花量非常的大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那醉蚁草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蜜圆植物 大家如果在花园或者田园里种一棵呢 它会吸引非常多的这个蜜蜂或者蝴蝶来进行采蜜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现在正在开花的白色植物吧 那我们这边种在花境前沿的这一排 就是这个矮生紧凑型的这个五色酶 大家看到其实我们一开始种的话 是大概只有这么高的高度 现在它整体的话已经翻了一倍都不止了 所以我也没想到它的体量这么大 但是它总体来说比原生的那种五色酶 就大家花式里面常看到的 还是要紧凑不少 然后整体是形成一个圆球形 那么现在温度有一些下降了 之前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 开花量也是比较少的 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花苞是非常的密集 相信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它整个绣会形成一个满开的效果 那么夏季还有一个厂用的草花类的地备呢 就是我身旁的这个香彩雀 那么我们选择的呢也是这个开白花的品种 之前呢刚刚采购回来 它的花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持续了有一个多月之久 那么经过一大波花期之后呢 它可能也需要休息了 那么现在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 温度也有些转凉了 它现在又开始抽出它的花碎了 我们可以期待它再开一波比较繁盛的花吧 那在我们花境的前缘呢 也少不了一些特别低耳的地备 一般性它就是铺地的一种形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欧石竹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也是开白色花的 因为前几年一直在下雨 它这个花有点残了 但是后续呢 它这花苞都是不断在产生 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夏天可以持续开花的植物 然后呢之前我们种的是一小丛 那么经过几个月的生长呢 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圈了 那么石竹的养护呢 基本上是要在户外通风的环境下 然后继续呢要非常排水 不能有很明显的积水 那么它的生长呢就会比较好 另外呢一定要给它全日照 好 那它旁边的呢就是另外一种 是一种匍匐形的多年生的地备植物 那它就是匍匐形的弗鲁考 也叫枝荫 那么它在早春呢会开出非常密集的这个小花 然后会形成一个满铺的一个效果 在日本呢 它们经常有完全用枝荫做的那个花海 效果是非常的震撼 那么枝荫呢在夏天会有点难 因为它不是特别耐高温高湿 所以说在暴游地区栽种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提供一个全日照的 相对非常通风的一个环境 那么它呢度过夏天之后 就会在春天开出非常美丽的花朵 那么这边花经前夜 我们还种了一个这个白色的花灰呢 就是这个繁星花 大家看到它就是比较低矮的一个状态 一直保持了这样一个形式 因为和那个五色梅差不多的同一时间中 之前五色梅可能就比它高这么一点点 但是现在这个繁星花 还是保持比较低矮的一个状态 但是五色梅呢已经长得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空型需要的 可以选择这个繁星花 它的开花性也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它的花脸非常的密集 那在这些低矮的地背后侧呢 我们也种了一些线条型的这个草花 那这个呢就是花叶的白鹿观 那么它平时这个叶子呢 也非常具有欣赏的效果 它在外侧是有两条白色的银边 那么它这个花呢 也是在夏季会不断的产生 是这个有点像白色的 白鹿这样的小鸟的 一朵朵的 非常的仙气 那么白鹿观呢 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地下横走近呢 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它会不断的去扩展它的地盘 看这边小苗 就是它不断扩展出来的这些新芽 所以说呢 如果你对这个它的生长范围是有要求的话 可能要不断的进行一些清理 但是整体来说 它的这个效果 维持的时间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我们白色花园里面呢 也不是全部种的都是开白色花的植物 像我们这个醉鱼草的这个后侧呢 种了这个浅蓝色的天蓝树微草 还有这个开淡紫色花的这个是蓝物草 那么这两个植物呢 其实也都是形成这样比较高的丛生状的 那么给这个白色的植物呢 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背景 那么显得这个开白色花的植物呢 会更加的纯洁和美丽 那么白色花园里面呢 肯定少不了这个白色的月季 那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 是灌木形的白帆之冬 它在夏天 大家看这个花量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这个呢已经是下过雨了 所以它的花瓣有一些这个被雨打湿了 但整体的它的花形是非常不错 非常纯洁的白色 然后它的花心呢是这种黄色 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有对比度的 那么白帆之冬它的字节性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有一个开了基本上到后期的 我们来抖一下看一下 大家看到它这个花瓣 就是基本上开过之后 在风轻轻吹动的情况下 你看就不会有任何一个花瓣 大家通过这个掉落的花 也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小花枝上面 基本上可以开10到15度 所以它这个花量是非常大 那白帆之冬另外一个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抗性呢 它的抗性真的是非常不错 非常的耐热耐帅 你看在我们这个包邮区 即使夏天会有37 8度的天气 但是它的叶片没有任何的并种化 而且基本上叶片都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在夏天会持续的开航 我觉得这个品种非常值得推荐 那看了我们白色花园里面 夏天植物的状态呢 我们这次请到了上海植物的毛老师 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它的后背温室里 它的那些多肉植物 现在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